最近的环抱推播 带您来关注到 在日本曾经犯下一连串 7月爆炸攻击案 被日本通气将近半个世纪的 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成员 童岛聪 在日前自曝身份后 传出胃癌病逝了 那这个童岛聪是什么人 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马上带您一起来看了 其实我们回顾童岛聪的一生 他出生在广岛县 从小曾经一直都很优异 到了1972年 也顺利就读了明治学院大学 过了三年 到了1975年 4月18号这一天 还在上大学的童岛聪 就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涉嫌在东京营座的 韩国产业经济研究院的 入口大门附近 他去装置了这个定时炸弹 隔天就爆炸了 导致说建筑物部分受损 他也在同年5月 遭到警方的通气 当时最后发现他的身影 是在涩谷 他领取了一些现金 而且和在广岛县老家的爸爸 通过电话之后 自此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就这样 他就一路化名生活了49年 49年后的今年 也就是医院的时候 童岛聪他就发现自己罹患了胃癌 所以当时他是使用化名 入住在神奈川连仓室的一间医院 没想到这个病情就越来越严重了 一直到这个月25号的时候 他就跟院方承认 自己其实就是童岛聪 因为他想要用真名 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而在最后 他也因为胃癌不幸离世 好那这起案子会轰动世界 其实大家也是惊讶说 他竟然可以逃亡 逃了49年都没有被抓到 不过这种案件在日本来看 长期逃亡的通缉犯还真不少 我们就找了两个案例 来跟观众朋友做分享 首先我们带你来看到 是涉嫌参与1971年 涉骨暴动事件 造成一名警察死亡的大板证明 他就曾经逃亡了46年 最后被逮捕了 也被判处了20年的有期徒刑 目前这整起案子 还在上诉当中 而另外极端组织 日本赤金 也在1970年代 在世界各地发起了恐怖攻击 他们的组织最高层干部 在当年也被通缉 躲藏了25年后 也在2000年被逮捕了 目前是已经刑满出狱 好那我们看完日本 我们接下来把镜头转回台湾 有一起案件 算是台湾近10年来 最出名的吸金案件 主嫌是卷了34亿之后 潜逃至今还下落不明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马上带你来看到 这起王派宏吸金案了 好我们说到王派宏 这个名字前几年 在大众的视野中 应该不太陌生 不过他到底是谁啊 其实王派宏 当年是从房地产开始发迹的 他在2004年前后 当年26岁的王派宏 就凭借着自身 投资中古屋的经验 在桃园中立一带开课 也吸引了不少投资客上门取经 最一开始 王派宏的课程 都算是蛮正常的 他会教你说 你要怎么挑物件 你要怎么得知 房屋的合理价格 在2004年那个年代 当时的房市是价量其扬 也让王派宏 迅速的建立起了名声 从一位 名不见经团的投资客 腰宣一变 成为了所谓的房地产讲师 他也开始在全台各地举办讲座 那也在过后几年 王派宏一年的演讲场次 可以高达一两百场 一直到了2008年 他的声势更是攀上了顶点 而且他有开课 他就喊出说 只要你跟着他转 一年的投报率 可以高达20%到36% 这个数字其实相当的可观 不过这么高的投报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 到了2010年他开设的讲座课程 就不再仅限于房地产了 他就转人囊括了客行各业的赚钱秘密 比如说像你教你要怎么买烟酒 利用价差来赚钱 或是说你的二手包包随便卖 就可以达到百万营收 所以也不难看出 他的所列的秘方跨度之广 到了2013年 他和他的妻子谢静怡就成立了两阶公司 正式的对外招收学员 也在2014年就出版了这个赚钱秘法 比如说预售物团购 或是说你要怎么成为银行的VIP等等 是高摆了200多项 那这本赚钱秘籍 不仅成为了王派宏课堂里的教材 也广泛的流入了市面上拱人阅读 出版两年就累积了超过11杀 不过看到这里就感觉王派宏 是不是都游走在这个灰色地带 果不其然到了2019年 他们夫妇俩消失了 这些找钱的学员发现 怎么都找不到老师才觉得自己被诈骗了 所以他们集体提告之后 在2020年6月 11名王派宏团队的成员也遭到了起诉 那至今其实王派宏啊 他们就一直下落不明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到底逃去了哪里啊 其实就这么刚好 过去5年间有一项新的趋势 浮上了台面 那就是黄金护照的发行还有使用 其实以黄金为名 广义上就是任何人你只要花钱 你就能取得护照还有国籍 那他也有一个更具体的名字 叫做投资入籍计划 也就是说 透过一定金额的捐赠或是投资 就可以获得该国国民的身份 那主要的地区 其实都是集中在加勒比海 我们带您来看到了 其中像是有一个国家 叫多米尼克共和国 更是从2017年 连续6年被专业财富管理 杂志评鉴为全球第一 最适合投资入籍的国家 而当时这个诈骗案的这个主贤 其实早在他犯案前的两年 就已经入籍了这个国家 所以造成说 他其实有了这个国家的户籍之后呢 他可以有150国的免签国 也就是说他逃到哪里 其实大家都抓不到他 因为他其实就是该国的合法公民了 那至于后续这个案件还会如何发展 这个主贤什么时候会被抓到 我们将会持续的 带您一起来掌握了 我们下期再见